刚刚你是一说到传统节日 你第一想到的是 端午吧 端午节 因为我觉得是一个有香味的节日 小的时候呢端午呢 我们就会在院子里 奶奶呢 就会拆院子里的年轻人 把那个石墨 吓我一跳 我以为奶奶会把院子给拆了 拆院子 然后就把那个石墨放好了 石墨要干嘛呢 那就洗了那个香香的糯米 就放在里面 哇 音乐多好 对 要自带音乐嘛 来了 然后就开始墨了 然后我呢 就是那只小驴 就推着那个墨 对对对 然后奶奶就说 推几圈就给一分钱这样 那个时候一分钱 有钱能使你推墨呀 对啊 然后看到那个姜汁哦 香香的米汁留下来 觉得特别开心 我们也会包粽子啊什么的 粽叶又很香 对 各种粽子我最喜欢吃减碎的 你还有这个印象吗 端午节那时候要做那种五个角的 用绳缠的那种 五彩神那个 对 小香包那种 香包里面放着很多的中药材 对对对对 干嘛用呢 去什么爱草啊什么要放在那边 对 去武毒 我没有印象了 我的印象里面都是吃的 请大家 感谢观看